哈喽,欢迎来到QQTV苗知识,我是Joey Eva估计是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而她也是动漫历久不衰的神作 这可不是乱说的哦 在《鬼灭之刃》出现前 Eva一直都是逼迪眼蝶的销售冠军 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影片 分析《鬼灭之刃》为何会这么火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哦 然后这部90年代的作品 为何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呢 同期的《龙珠》、《悠悠白书》、《圣斗士》这些作品 早已经没有了影响力 不过他们创造的人物还是值得回味的 想回味的朋友可以去看 我之前做的不可磨面的反派的影片 但是我觉得Eva之所以会一直维持乐度的原因 就是她自身的特殊性 其实说到探讨人性深奥的影片不只是Eva 还有很多动画都有着深刻的内涵 但是这些作品从画风或者叙事的方法 都让人一眼就可以辨别出 这是一部沉重或者不好懂的故事 很多人因此却步 就像我之前讲的攻殼机动队一样 所以多数这种探讨人性的故事都是小众作品 可以大乐的一般都会是乐写玩到爽快的主流作品 而Eva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是用主流少年动画元素来包装自己 拥有守卫地球之类玩到题材 主角群都是刚刚准备成年的少年 又有机器人或再造人击败使徒的引人设定 加上动画色彩鲜艳战斗爽快 让很多不知情的少年都纷纷观看 这样就使得Eva的受众群大增 不过其实Eva毕竟还是一部面向 成人探讨人性的故事 所以又给很多人留下了疑问 这样就造就了这个历久不衰的神作 如果还没看过我解析Eva新剧场版的朋友 可以先回去看看这两部 或者可以看破解谜团与新旧对比的影片 先了解下新旧的差异 那今天就来讲讲TV版的故事吧 定元坛本名六分仪元坛 六分仪是建传的术语 而定就象征着毛 定这个姓是来自他老婆定伟 有史的定元坛安定在满满大海上 找到避风港的含义 整个故事要从1999年冬月更造与定伟的相遇开始 冬月教授是京都行澳上生物学教授 他在同事口中听说了定位 并答应多加照顾这个很有才华的生物工程学学生 行澳上就是行善学 是指透过理性的推理和逻辑 去研究一些不能直接感知而得到答案的问题 行善学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范畴 被视为第一哲学 而行澳上生物学是动画中的学科 估计含义是从哲学角度思考生物的演化 定位将自己的报告给冬月教授过目 虽然冬月发现了一些疑点 但是整体依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但冬月教授知道定位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事业型女强人 并也想以家庭为主时 定位给冬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一次冬月教授受定位委托 去警局保释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六分仪元坛 冬月虽然听过六分仪的名字 说他是一个传闻不断的人 但是从未谋面 对于六分仪元坛主动要求自己去保释他感到不解 原来这一切都是六分仪元坛安排的会面 他早就听说冬月教授的大名 故意用这个机会与他见面 可是这给冬月教授的定位印象很差 原因是六分仪元坛之所以被带到警局 是因为喝酒打架 而六分仪元坛说 别人对我好会让我不知所措 我倒是比较喜欢独来独晚 虽然冬月对六分仪元坛的印象非常不好 但是六分仪却认为冬月教授与他的期盼相同 当时的地球还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世界 在一次冬月教授与定位登山时 从未的口中得知他正与六分仪交往 这让冬月十分惊讶 一个心目中如此优秀的人 竟然会与喝酒打架的人交往 可是在定位心中 六分仪是一个可爱的人 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 而冬月从童谣那里得到消息 六分仪之所以接近定位 是为了得到他的才华 与接近他背后的组织 那就是Zelly 由于葛城博士2000年在南极研究亚丹 引发了第二次冲击 使得日本从此失去了四季 变成了长年夏季的情况 那是20世纪最后一年的悲剧 在20世纪第一年 也就是2001年 地球简直就像是地狱 是无法形容的一年 2002年 爱之县与封条式已经被淹没 长年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上 而冬月教授不愿离开 留守开私人诊所 那时医生紧缺 虽然冬月教授并不是医学专科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有些像新剧场版中里面的冬二 也是在灾难中为了救人行医 就在这个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准备开始对第二次冲击正式调查 邀请冬月教授加入 但其实推荐冬月教授加入的就是六分一元坛 这时的南极大陆已经不存在 到处都是红色的海洋 以及支离破碎的冰川 当冬月看到六分一元坛时有些惊讶 因为他得知六分一元坛参加了引发第二次冲击的葛城调查团 六分一元坛解释 他运气好 在前一天回到了日本 因此逃过了一劫 同时并告诉冬月教授自己已经改名 叫做定元坛了 因为他与定元坛已经结婚 并且韦已经怀了他的小孩 所以韦没有参加这次调查团 这令冬月教授十分惊讶 他不明白为什么韦这样的人会与六分一元坛这种人结婚 因为在冬月心里 一直认为韦只是被他欺骗 实际上六分一只是立梦伍韦而已 这时的冬月教授对定元坛背后的组织 在里也很不认同 而定元坛却认为冬月教授干正不恶 不过现在的社会 循规蹈矩是无法存活下去 冬月知道定元坛找他来的原因 因为这次所谓的调查 如果都是宅里自己人的话 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 所以只是找他来做陪衬而已 但其实定元坛并不是找冬月做陪衬 而是真心想留住冬月教授 但是冬月过于正直又对定元坛有偏见 所以才要迂回地让冬月教授自己发觉真相 冬月教授去到一个隔离舱 在隔离舱里坐着一个不说话的小女孩 工作人员告诉冬月 这个小孩是第二次冲击时唯一的幸存者 她就是葛成博士的女儿葛成梅里 因为她受到了惊吓 所以已经两年没有说话了 冬月越是深入调查 越觉得事件并不单纯 南极的大气成分发生了变化 导致所有生物死亡 可是冬月的一举一动其实都被人监视着 都在定元坛的计算之内 南极调查报告对外发布 联合国的正式声明认定了第二次冲击 是由高质量陨池坠落引起 当然对定元坛来说这一切都是早已知道的结果 可是对于冬月教授就是掩盖事实真相 定元坛知道以冬月的性格 一定会来质问自己 甚至对围都有所改观 不出所料 很快冬月教授就来到了人工进化研究所 找到当时身为所长的定元坛理论 冬月一来就质问定元坛为何要隐瞒事实 所谓幸运刚好前一天离开只是谎话 其实是有准备带走所有资料离开 并将他收集到的文件展示出来 声称要把第二次冲击 与死海文书真相攻诸于世 关于死海文书也是整个故事的重要道具 我也有做过一期影片 讲真实世界的死海文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哦 可是定元坛却显得非常淡定 没想到这些没被销毁 他不介意冬月教授揭露真相 不过只想他在做这一切之前看一样东西 冬月跟着进入了人工进化研究所的地下城市 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 定元坛解释道 这不是我们 而是其他人留下的建筑 是完美的球形地下空间 冬月推测 这难道与南极的地下空洞相同 怀疑定元坛要重演南极的悲剧 而定元坛则是回答 请看我们的成果自行判断 人类所有资源都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但定元坛带冬月去到了地下神秘基地Gitim后 冬月发现 原来赤木博士也在这里 赤木博士正在研制生物电脑的基础理论 这里是最适合的地方 并且赤木博士准备将这个电脑命名为Maggie 就是象征着东方三博士 我在上一条新旧对比的影片中也说过 Gitim在德语中是大脑的意思 也是Nerv的前身 接着定元坛给冬月教授展示了正在研发中的零号机 冬月看到后十分震惊 并问定元坛 你把南极的巨人带回来了吗 赤木博士解释 我们Gitim称那个官巨人为亚当 不过眼前的并不是官巨人 也不是最初的亚当 这是Eva利用亚当创造出来的东西 定元坛说 这就是亚当再生的原型 也就是一计划的Eva零号机 他邀请冬月也加入他们 一同创造人类的新历史 在冬月加入之后 赤木博士一直没有离开地下的Gitim 一直努力地工作 完成那台生物电脑Maggie 虽然他已经厌房了送来的便单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女儿 不过这一切他都心甘情愿 除了因为他对Maggie的执着 还有他对定元坛的爱 就算知道自己与定元坛不会有结果 也一览无悔的爱 2003年 距离死海文书的记载 第三次冲击将会在十年后发生 为了防御这次灾难所产生的两个组织 Zelly和Gitim 而这时韦已经生下了真似 他决定把自己作为实验体 冬月教授试图阻止韦 因为他加入的原因就是因为韦 他认同的是韦的理念 而不是Zelly 韦的理念是解除世界的封印 而冬月教授愿意用毕生所学 来帮助韦完成理想 韦知道人类很脆弱 消灭人类很简单 所以韦才会加入Zelly 他决心要阻止人类灭亡的命运 这也是为了自己儿子的真似 韦的决心定元坛当然知道 但是他无法改变韦的心意 而韦对定元坛来说就是一切 2004年这一天终于到来 定元坛再不情愿也没有丝毫办法 韦知道这个实验非常危险 所以将真似带去了GEEKING 这时的定元坛只能尽可能满足韦的要求 而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想让真似看看光明的未来 那次的实验发生了可怕的事故 烂韦从这个世界消失 灵魂融入了初号机中 尽管试图还原韦的肉体 但是最终失败 当然这也是赤木博士期盼的结局 这对定元坛的打击很大 冬月教授提醒定元坛 他担负的责任重大 不能眼看能力灭亡而什么也不做 可是定元坛说自己已经向灾力的记录议长提出了新计划 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的成神之路 人类补完计划诞生 原本人类只是想解封亚当复制品的力量 来抗衡死海文书中提到的使徒 可是定元坛提出了人类补完计划方向完全不同 是要推动全人类的进化成为神的存在 这一切都是为了为 2008年赤木博士的马基基础理论已经完成 他的女儿赤木绿子已经长大 并且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同样被激请选中参与一计划 而绿子第一天上班就赚进了赤木博士与定元坛的亲密行为 赤木博士非常清楚定元坛对为的感情 但是他并不介意 毕竟实时拥有定元坛的人是自己 这样就够了 2010年赤木博士见到定元坛带着小林波来到基金总部 他感到奇怪 定元坛明明有一个儿子 怎么带来的是个女孩 而定元坛解释 这是帮朋友照顾的孩子叫林波林 但赤木博士仔细看林 总觉得他很像某人 那就是为 这是女人的直觉 所以赤木博士立即去查林波林的资料 发现关于林的资料都被删除 林波林是一张白纸 这让赤木博士十分不解 终于赤木博士完成了他的心血结晶Maggie Maggie代表着赤木博士的三种人格 梅尔基·奥尔是身为科学家的自己 巴尔萨泽是身为母亲的自己 而最后的卡斯帕是身为女人的自己 这三个自己相互争执不休 这一天绿子要早走 因为第二次冲击的幸存者 梅丽也被选中加入Geeking 所以他们要去庆祝一下 而且透露了 梅丽与男友加持良知分手 并说自己无法理解幸福 这句话也对应了新剧场版 定元坛说的 赤木绿子不懂得幸福是什么这句话 可是就在绿子走后 赤木博士见到了迷路的小林波 原本他想带他离开这里 但没想到小林波叫赤木老太婆 这让赤木感到惊讶不已 当然赤木博士有些生气 说让定所长来管教他 可是林却说这就是定元坛对他的称呼 而且还告诉赤木博士定元坛背后说 老太婆真啰嗦 我不需要那个老太婆了 这对赤木博士打击很大 因为他其实知道定元坛是在利用自己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定元坛竟然会如此嫌弃自己 这时的赤木反复看到了围在他面前说这句话 在分钟之下就杀了小林波 并且知道 即使小林波死了也会有替代品 自己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定元坛的工具而已 用完就会抛弃的工具 可是当他发现自己真的杀了小林波后 已经没有后路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所以只好选择了自杀 可是赤木博士这个被抛弃的爱 并不了解真正的定元坛 定元坛对围的爱是赤木无法理解的 就算林波林仅仅只是围的复制体 如果出现危险时 定元坛也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 这一切都看在赤木博士女儿绿姐眼中 自己妈妈果然在定元坛心中没有位置 妈妈的死真的不值得 就在那之后 凝凝被栽莉的记录一展解散 重新成立了特务组织NERF 作为执行计划的组织 所有原机构人员全体进入了NERF 除了创造Maggie的赤木博士 而她的替代品就是自己的女儿赤木绿子 NERF的成立也正是拉开了斯海文书的序章 一切剧本早已写好 是人类走向灭亡 还是成神之路 斯海文书预言的使徒 与那些适隔少年的命运 美里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现 仔里与定元坛的谎言 和那些被命运捆绑的孩子们 我会在下一期为大家继续讲解TV版的故事 大家对故事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这个影片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